这个感觉也太爽了吧 我双眼瓶是不是假的 真爱生命远离电子屏幕 一直在当我以后的职业规划 还有就业方向等等 减肥是不可能的了 嗨大家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然后我现在心情特别好 因为我不知道咋回事 前两天可能把我这个相机 那个亮度调得很低 就没有办法拍照 人特别特别黑 刚刚才发现了怎么回事 所以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健身了 我本来是有一个健身包的 然后我现在没有用这个包 我是背了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包 这个包是我买枕头送的 但是我就觉得它很适合带去健身放东西 好吧 我下午还准备去听一个关于教师职业发展的一个讲座 是我们学校办的 行吧 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就是想给这个视频拍个开头 拜拜 拜拜 我今天整个人身体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我以为是昨天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结果发现是大姨妈来了 所以整个人就非常非常的憔悴 而且我本来是下午准备去运动的 这样的话就又耽误了我的减肥计划 我现在肚子又很难受 所以我想喝奶茶 所以我在纠结是点 是这个还是这个 我的天哪太难受了 是喝豆腐呢还是喝马蜀呢 不行我要点个粥分的 这个小分太小了 我的奶茶到了 隔壁装修队一直在制造噪音 我还保待 芋泥麻手这种东西 就 这回心情很好 我又活过来了 继续工作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南京今天出太阳了 但是现在又没有太阳了 不过我今天身体好多了 然后我刚刚在听江思达的那个播客 就我知道江思达很早之前 就已经在《小宇宙》上 录了一些节目 但我一直没有听 之前我不是很喜欢他 就很有点浮夸 但是刚才我听到一期节目之后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搞笑了 就是觉得他那种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 很神奇 他那期播客里面刚好 有一个广告 叫朱丽叶配枪版这个香水 那个品牌的英文名字好像是 朱丽叶孩子杠 然后江思达就说 朱丽叶有一把枪 我也有一把枪 娘娘枪 是绝了还是绝了 我要吃我的早饭 身体就是 好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 然后等会出去真的要去逛超市了 我家里没有吃东西我也没有囤 每顿都是吃了外卖 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 等会去逛超市囤一锅粮食 我准备出门 我准备出门 然后这个是昨天收到的一个 PR小姐给给我寄的一个包包 这个标签我还没有死掉呢 是这个牌子的 好像是个英国的牌子 不好意思我现在还穿睡裤 我觉得这个包还挺好看的 而且它这个皮质很好 就是有形它不会塌 里面的容量也好 我可以 算了我还是换个衣服吧 我觉得这样子我太随意了 所以我换衣服 我觉得很好看耶 挺适合的耶 我觉得这样好像也还行 但是一般穿搭的话 全身上下就是不会超过三种颜色 我这个已经很多种颜色 不过春天嘛没关系 说明这个包还真是挺百搭的 行吧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套 因为随意任性一些 OK我要出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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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不喝的咖啡 嗨 我起来了 现在是早上 六点 我六点半起来的 今天心情又是很好 我记得之前看Abby的视频 Abby每天早上都会说一句 早安大家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但是Abby现在不更新了 她上一次更新还是去年12月份 昨天有个小伙伴 有个朋友私信我 问我双眼皮是不是 是不是假的 什么的 可能是因为看了小米 小米的那期视频 那期视频我感觉我眼睛有点肿胀 所以感觉有点显得是假的 这个怎么证明呢 这个真的是 要不揉一揉 可能这样看就看得出来 这样看的话你们就会发现 我的睫毛非常非常的短 而且我的眉毛也 眉型不是很好看 甚至就没有眉型 所以我准备过段时间想去闻一个眉毛 因为我每天画没画太耽误时间了 而且画的还不太一样两边 每天画的不一样 两边画的也不一样 我在干嘛 我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昨天晚上两点才睡觉 今天早上六点多就起来了 现在整个人有点像喝醉的那种状态 就会说一些胡话 我到时候肯定会后悔我录了这么一段 但是 但是没关系 我应该会把它放进来的 真的啊 都是真的 我的脸都是真的 我长成这样子 我还不睁我 有必要吗 今天天气好好呀 适合出去春游 我突然想不到去年的清明节 也是 我可能也是穿了一件这个衣服吧 在我家里 然后也录了一个那么个 什么素颜的视频 但是那个视频很不幸 他已经被我删掉了 我当时觉得很傻 如果你们有老粉的话 应该会记得那个视频 就我对着镜头说了一些 很无聊 很莫名其妙 烙假场的话 这个今天差不多 我其实我有时候挺迷信的 我觉得 就是这种时间上的巧合 会让我不停不停的感慨 有时候时间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可能没有刻意的非累在啊 我一年一周年的时候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在 事后回顾的时候发现 哇 怎么 这么巧合呢 拜拜 这个面包好像被我烤得有点焦 哇 现在才八点 我居然开始学习了 左手咖啡 右手开水 你们庆明节八点钟 起床了吗 肯定还在床上是吧 我刚刚发现就是 我的眼睛特别特别的干 今天也就看了电脑屏幕一小时时间嘛 就觉得 啊 就是感觉 眼睛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磨我 非常非常难受 所以我实在是 不能够再看电子屏幕了 我准备出去 刚好出去晒晒太阳 我过几天一定要去医院看一下我的眼睛 是不是有什么 问题 就是 真爱生命远离电子屏幕 我今天背了一个这样的包 这个包是我上次去 就是 徐志远的三项空间 就是一个连连的那种三部包 觉得很适合放书做平板 然后我带了一本书 带了一个平板 带了一个键盘 还有一些小东西 然后再带一个水杯 因为我准备去外面晒太阳 所以我还带了一块小布 这个包如果你不想背它的话 你还可以提着 然后这个袋子也可以 也可以调节鞋跨着 这个感觉也太爽了吧 这个是 我看的好慢啊 这是台第三步 它一共有四步 因为就是四步区 我现在才开始第三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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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怎么说呢 我现在也不是很想当老师了 你们听到时候 你不要觉得我是一个 很不靠谱很善变的人 其实 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差不多 就有时候觉得 这个东西我好像可以去做 我也挺想去做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好像不太适合我 因为这就是你在一个选择过程中 很多决定 我视频里比较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一个已经成型的 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这就是一个成长和选择的过程 大家不要觉得我很 我很那个啥 那个不靠谱 另外一个选择包括自己创业 还有就是去公司上班 那这个公司的话 行业和岗位部门 其实我也是未知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选择挺多的 但选择多也不是一件好事 就现在让我如此的纠结 总而言之就是 不要怕不要怕是错 不管你毕业之后选择什么工作 它并不是决定了你的一生 选择工作之后 你也可以跨部门 跨行业的去换工作 Just take it easy OK 然后我就来等等夏天 它应该困起来了 估计就是它了 我知道你刚刚才醒 我跟你说我爸你这段录进来 录进我的事情了 大家以后都知道夏天是一个 是懒掉的人 我来到了一个草场上面 因为太冷了 我想出来晒下太阳 我今天说那些关于就业方面的 焦虑的问题 就是 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想单纯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那些和我有同样担忧的朋友们 因为今年之后的我 因为我是那种 我性子就是很急 很急躁 经常会不会以后的事情 找你 所以希望几年之后的镜子 如果看到看到这期视频 看到刚才我说的那些话 就不要抓紧 不要说大不了的 OK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可以把这本书给看完的 因为这么一点点 我刚刚给自己蒸了个贝贝南瓜 本来把它准备把它当成我的晚饭 就很健康是不是 但是 我活在它的路上没有忍住 我就买了一个 面包 就是我看它上面标的是全麦核桃欧包 然后我就买了 但是没有想到 我活在的时候 我发现它里面 它里面竟然有奶油 算了吧 既然买都买了 那就吃了 仙林这边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那种 全麦欧包店 之前在新街口里面住着还挺多选择的 但这边就没有啥了 不知道各位仙林的朋友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上次我不是去北京吗 然后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说 一定要去尝一下北京的圆麦山丘 我是很想去尝一下 但是因为北京好吃太多了 就是就卫装不下 所以我就没有吃 刚好搜到南京 有百家湖那边有一个 就是在江顶的吧 就离我很远很远 但是离东南大学好像挺近的 鸟山下次我们吃饭的时候 你给我带点欧包过来 谢谢 先尝一下这个好不好吃 减肥是不可能的了 它太甜了 是在一家叫甜木屋的店买的 就跟它名字一样 但是贝贝南瓜真的很好吃 虽然它 但是我用过螺丝粉的气味 因为我用的是煮螺丝粉的那个锅 今天我穿了一个非常非常休闲的衣服 穿了一个黑卫衣 穿了一个牛仔裤 我生气壁 我当化妆的时候画的不太好 就是这个眼影画的是橙色的 就是比较偏橘的颜色 然后我选口红的时候 我就选错了 弄了一个红色的 所以现在我的脸就有点奇怪 我现在出去一下 今天上午再整理一个笔记 我要做一个那个 关于纳布勒斯的四部曲的那个 读书分享 这本书 这套书真的特别特别值得我做一个视频 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下 前三本的一些阅读想法 然后第四本还没有开始看 这本书真的是 我是当时我记得是三月 就是那个叫什么 妇女节的时候 三八的时候 三七的时候买的 然后买完之后 也不是要准备教资考试吗 所以我就没有看 然后考完之后才开始看 看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去北京了 然后这段时间就在疯狂的看 真的真的会上瘾 然后他还有一部那个剧 叫我的天才女友 我没有看剧 我觉得后面有时间 应该也会把那个剧看一下 今天的镜子只有18岁哟 好年轻 我还背着我的书包上学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牛仔裤 里面还穿了一条 不是秋裤啊 就是瑜伽裤 因为我就是那种 虽然说人只有18岁 但是腿已经是老寒腿了 所以就腿特别容易着凉 所以就只有里面加一个那种运动穿的瑜伽裤 然后我平时在家里就只穿着里面的裤子 出门的话就会调靠一个很宽松的裤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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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他已经吃了我的晚饭了 这个是残根 然后我要给你们强烈推荐 一个酸奶 就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酸奶我已经吃了好几桶了 就是最好吃最好吃 它一桶又有两公斤就是四斤 这是我刚买的一桶 今天刚拆的 然后再给你们逼一个蕾 就是这个麦片 另外一片 我之前觉得它很健康 你们看这里面的 磕磕饱满粒粒分明 粒粒分明磕磕饱满 但是你们注意看这个糖的含量 特别特别的高 就是你吃起来 很甜很甜很甜 当时我是在 威亚还是谁直播间买的 当时有活动 我就是买了两袋 还有一袋没有拆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不是很喜欢吃甜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一般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甜度 我都会八点的时候去健身房跑个步 因为我昨天是去练的臀 然后今天很酸很酸很酸 但是教练还是让我一定要去做个油养 我好累啊 就是我今天在那个咖啡店里面 就是喝一口咖啡 然后咖啡还不用咽下去 我就已经打了一个哈欠了 你们不要在弹幕里面问 怎么做到一边含着咖啡一边打哈欠 就是一种比喻 形容我喝着咖啡也还是很困 我来拆个快递 这个是我刚带回来的一个备套吧 我可能这两天的睡眠不是很够 因为我没有午睡 加上我今天早上 你们可能无法想象我是几点起来的 我今天早上五点多就起来了 而且就没有休息 强度就挺大的 这个视频到这里快要结束了 因为我估计这个视频得有二十多分钟 所以就在这里结束吧 今天我要去学校 今天我们老师要开个会 哦对还有就是北京的那期视频啊 那个视频我都没有跟出来 还没有剪呢 就是去北京玩的vlog 没有剪 我买了一个四肩套 还是挺好看的 是这种鹅黄色 它好软 真的好软 好软 我这个 这个我的视频套 还是上次买的那家视频套 就是我搬到 那边那个房子 不是给你们推荐了一个 不是那个家容的 就是一条纹的视频套 当时九月份 刚刚搬过去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大家又回购了 这个 好舒服呀 刚好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一下 然后我就准备出门了 我到时候会把店铺名放在那个上面 哦对 还有那个包 就是说我这个视频里 好像录了那个水桶包是吧 那个是记得一个PR包裹 然后好像是说有什么优惠 有多少多少的优惠 你们可以到时候在我评论区 还是哪里看一下 喜欢就买 不喜欢就不买 没关系 OK 拜拜 我们下视频再见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赶紧给我剪出来 哦 那个那个 记得一键三铃啊